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具体已经有了买房了 那么这个交易将来是不是要经过公平会的审查 是 如果这个依传媒的交易 它涉及到结合 有结合 那我们当然我们有公平法上有个结合管制 只要它的这个是属于这种股权的转让 当然是一种结合的形态 我们就要看它的这个门槛 是不是有到达这个 我们所谓的申报管制的门槛 如果到达门槛 它就要向公平会来申报 那它就有一个申报的义务 那它如果不申报 就像那个Nexon跟那个 这个游戏举止这样 它如果因申报未申报 我们就会处罢它 那所以关键就在于这个 结合的跟被结合这些 它的市占率 这些有没有到达我们申报的门槛 那我们目前的了解一传媒它的一个市占率 目前初步的了解是没有到达 还没有到达我们这个申报的门槛 是四分之一的门槛 不过我们会 大家会更进一步的了解 那另外苹果日报它的营业额是五十亿台币左右 那公平法的申报的门槛应该是一百亿 结合的人要一百亿 被结合的要十亿以上 所以我们初步的了解是这样 但是我们会进一步的去做更深入的了解 如果 我再给你澄清一下 你说到目前公民会的了解 没有牵涉到结合 还是有部分牵涉到结合 当然它这个如果是购买下来的话 这一种形态是一种结合 没有错 但是不是说每一个结合都要到公民会申报 比如说我两家小店的一个结合 把它吃下来 一个小杂货店 这不需要到公民会申报 我们公民会管的结合是大型的 大型的结合 所以有一个门槛在那里 这个门槛到达了之后 公民会就可以介入管制 现在已经算是有开始了解了吗 已经开始了解了 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程序 程序就是说我们会看它是不是 到达结合的标准 如果我们会通知它说 你要来提醒它来申报 那目前看起来购买的人像 孤家他是个人 他是个人的这个身份去购买的 那王家呢 好像也是个人去购买的 那但是被购买的是事业 被购买的事业 我们就要看这个被购买的事业 是不是有到达门槛 是 申报 如果有到门槛 我们一定会做结合管制 是 好 另外一个题目请教您 这是关于我们老百姓的 就是台铁 推出了所谓的6.5折的叫做早鸟票 我想英文讲大概是early bird的意思 就是前28天订票可以享受65折的票价 这个是从10月5号就开放预购 11月11月初就开始要实施 那现在预购票已经卖到了11月14号好了 卖到11月14号 民众现在强烈反应啊 他们现在提早去买预购票啊 完全是一分钟就卖完了 一分钟后就没有了 所以进到完全是秒杀的状态 所以他们觉得说到底这个广告啊 有没有广告不实 或者用公平法来讲叫引人错误 那么对于这个情况 主委有了解没有 以及怎么处理 谢谢这个委员的这个指教 正如刚刚李委员所讲的 这个情况报纸有相当广泛的报道 我们当然立刻第一时间 我们就立案调查了 那我们已经正式立案 那跟委员报告就是过去这样子一种广告 有特别优惠的情况 如果它这个优惠的数量过少的话 那我们在学理上我们叫做掉耳式的广告 掉耳式 我用一点点好像把你掉过来 实际上是要你可能来购买其他的这个产品 如果它数量过少 我们在过去的一些案例中 是有可能构成不实广告的 是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广告 它本身有特别注明说 数量有限 售完为止 不过我们还是会全面的去了解 它是不是数量过于稀少 以至于说这个 这个所谓优惠的这个意志呢 形同虚设的话 那我们会判断一下 是不是有可能构成所谓掉耳式的广告 我们会来调查了解 现在只是对外是宣传有所谓的这个找鸟票 但是实际上每班列车有多少找鸟票 就是说像我手上看到的这些班次 就是有多少找鸟票的章数并不公开 是不是主委应该公开让民众知道 这也没有什么 既然有这样一个优惠的政策 也有很多民众 他有这个买找鸟票的这种意愿 是不是应该都公布出来 主委 我们比较关注的是说 这个优惠的措施 是不是真的能够 真的能够构成所谓的优惠 真的构成所谓的优惠 如果说它的数量过少 那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优惠 他却大为宣传的话 那可能就会有这个民事不符的情形 这个主委公民会您那里已经在查了是不是 我们已经在查了 大概什么时候会有一个结果 大概 这个可能要当事人他有提出一些 我们会发函 请他说明 然后到会来说明 那了解他整个整个的情况 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这个民营电厂啊 在96年的时候啊 他们联合要求反映燃料价格 那么对于台电请要求他们同步降价 置之不理 这个算不算联合行为啊 是刚刚这个我们也特别已经说明到 就是我们特别也有注意到民营电厂啊 跟台电之间的交易是不是有联合的情况 这个案子我们也已经立案调查 你们有没有什么时候会不会请这些民营电厂倒会说明 当然会 当然会 大概什么时候会有一个结果出来 因为现在台电把他们已经告了嘛 公平会议速度也希望能加快 什么会有时候会有一个结果出来 这个案子啊 我们我特别把它列为急要案件 我们每一周按周管控的 按周管控 但是我是希望说 这个案件的调查当然还是要慎重了 当事人的权益也不能够忽略 所以我们会都会请他们到会说明 那我们会尽快的已经列为急要案件 我们会尽快的这个进行 如果有联合行为的话 我们就绝对就依法处理 主委你刚才讲的急要是哪两个字啊 很急的急 急要 就是当做优先处理的案件 对于所谓的奶粉涨价 公平会立案调查了没有 情况怎么样 主委说一下 跟委员报告就是说 我们的奶粉的部分 我们也是已经立案调查了 那我们立案调查的重点当然就是说 是不是这些奶粉的业者 虽然财政部他有这个调降婴儿奶粉 成年奶粉的关税 但是他是不是有借机呢 这个共同的来联合维持 仍然要维持过去的价格的这种情形 那目前我们的了解呢 因为这四家他其实市占率都不是很 分别来看都不是很高了 那他各家业者的调价的情况 他是有用促销的方式 业者他是说因为政府的降税 就只有半年 是短期的 那所以他希望是用促销的方式来回应 配合政府的这个降税 但是他并没有 比较少业者呢 他直接用降价的方式 都在10月1号 同一天喊涨 算不算联合涨价 如果说外观的行为是一致的话 当然这样子的话是有一个嫌疑 不过我们的调查 我们这边就有一个表 调查各家调长时间 还有品项 其实是相当不同的 不同 当然如果像委员您提出 如果真的有这种 大家通通都是在同一天 当然他有嫌疑 但还是要去了解 他背后的理由 是 最后就是这个水果的问题 我们政府把苹果 奇异果 田桃 这些的关税都减半 但是民众反应 好像在市场上 并没有买到便宜的水果 那大家担心 会不会进口商联合不涨价 这个方面公平会 是不是可以来注意一下 来调查一下 来防止一下 请主委答复一下 请跟理论报告 这个案子我们也已经在 10月4号已经主动立案调查 那我们每一天都有派员到各个市场去了解状况 我们也会 我们也已经约谈了进口业者 来公平会 那我们目前的了解是 大卖场的部分 是的确是有降 但是传统市场 水果店这些比较后面 因为它中间的这个运输 层层的这个销售 比较多 所以它的反应就比较慢 而且它的降价的情况就比较不明显 有没有发现有联合的行为 在包括你讲的传统市场这些地方 是是是 目前我们目前的市政看起来还没有 是是 目前因为大卖场的确也有降价 而且降价的时间啊 这些幅度也不太一样 是好的 好谢谢主委 谢谢 我们会继续注意的 好谢谢 谢谢